各位,歡迎來到恐怖一小時晚上,今天是星期三的晚上 今天穿裙子 是不是要站起來讓大家看? 看看吧,看看多短 穿裙子也不覺得穿裙子,不過我的裙子挺漂亮的 我也不覺得我自己穿裙子 這些顏色很難得奧 很難穿這些顏色,不是每人都穿到 蜜是穿什麼呢? 沒有,隨便是蜜,蟹是穿什麼? Dotmark,Dr. Martin 你說帶我去買都還沒帶我去 對啊 你要看款款,看看多少號 然後我就先提醒,然後叫人留 所以你去試試看什麼款 好,很多年讀書之後都沒有穿過 是嗎? 是嗎? 學生鞋 是嗎? 是,學生鞋 可以這樣穿嗎? 可以,學生鞋 我真的不知道 是黑色的嗎? 扯完線不會爛的 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好了,昨晚預告了什麼 就是一個靈感的感召 要你感召昨晚吸收了什麼鬼故 對了,我沒見過你穿黑絲 黑絲? 我試過以前做模特兒的時候 像禮儀小姐一樣穿過 但我不太喜歡 一百多磅的時候 看照片 我真的看回以前 原來我以前24寸腰是這樣的 那怎麼辦? 原來從前是24寸腰 但是感召了什麼鬼故 感召不了什麼 什麼都沒有? 是啊 怎麼搞的? 怎麼搞的? 今天怎麼搞的? 怎麼搞的? 怎麼搞的? 因為昨晚感召了鬼故 完全沒有什麼 但你今天的主題 我有一點點想說 那你先說 我今晚說什麼? 今晚說什麼? 今晚說一些不同人在鬼節 還有一些家裡撞鬼的經歷 短短的 但很真實 不同人不同地方都有 我最近上網看到一些 有些人如何測試家裡有沒有鬼 怎樣呢? 有些很荒謬的言論 例如你要把家裡空置了幾天 首先你一開門的時候 你要閉氣 然後左腳踏入家裡 這麼複雜? 對 然後右腳要踏過左腳 然後你繼續閉氣 你又由左至右看家裡 如果你看到一些綠色的光 或者紅色的光 那就代表家裡有鬼 但差點很荒謬 一聽就知道老點了 對 另外一個 就有一個人真實拍出來 這是台灣的說法 我不知道香港有沒有人試過 他就買了一盒溪錢 即是米黃色的 他分了四盒 預備了四個杯 四個杯裡面都裝了水 裝滿水的 不是真的很滿的 然後他就把那四盒的紙錢 分了四個位置 家裡的四個角落 之後就放一杯水在上面 他就有四個鏡頭拍過夜 那有鬼嗎? 那杯水又怎樣的人喝? 對 可能會有些古怪的事情發生 還有他家裡的門口 他就放了一些白色的粉末 即是本身鋪得很均勻 也有拍攝之前和之後 確實真的有不同的 還有那個鏡頭拍到 他有一刻 那杯是被人推了一推 然後倒捨水 當時他起身後 他就檢查了 檢查到有一疊的紙錢 是濕了 但那杯是沒有漏水的 即是有一個指控 這個玩法也挺新穎 是的 有一個控的 檢查那杯是沒有漏水的 就要看影片 才知道原來是 當時沒有任何情況下的影響 突然間有東西推了一隻 挺新穎 可以有些信服性 是嗎 這個 通常都 有鬼在家裡幾樣東西 來來去去 那些電子無端端就壞 即是電話線壞 一會就無端端有水 最恐怖的就是 場角地下有些水珠滲出來 不知道哪裡有水 窗門有影 廁所有聲音 睡覺被人摘 天花見到有人走過 天花見到有人走過 好像那些吸血殭屍那樣倒轉 這麼瘋 這個很瘋的 有 零零碎碎很多人 有些見鬼的經歷 全部都是在家裡的 全部都是在家裡的 是 全部都是在家裡的 跟家裡有關的 但是聽完之後 大家的鬼節裡面 有沒有一些相同的經驗 跟今晚說的東西差不多 好 你家裡見鬼 你突然之間靈感感照 有沒有突然醒起一單 我其實反而真的被鬼摘那兩次 好像第二次 我有沒有說過 第一次我看到衣櫃有雙腳 第二次那次 對 衣櫃有雙腳 是的 第二次那次都好像說過 近來發生 是看到 感覺到四隻鬼在旁邊 有沒有說過 沒有沒有 這個沒有說過嗎 四隻鬼 我當時睡著睡著 我就感覺到腳底 開始有東西摘上來 摘到一半的時候 我已經開始 呼吸不到氣 想喊 然後就好像 由遠至近 我感覺到 身上已經有一隻 然後就由遠至近 然後就 有兩隻鬼 那隻鬼是 啊 這樣 摘男 就是遠至近 摘男的感覺 那些鬼是摘男 什麼叫摘男 摘男 四個摘男 一個正中間就做事 四個就摘男 我感覺到 壓在我身上是男的 旁邊那兩個 就不知道男還是女 之後 本身就是下半身動不了 之後再有兩隻鬼在旁邊 我 就上半身也動不了 然後他就迫我瞇大眼 然後我就看到 我這間房間的環境 這個才是恐怖的 他直接在上面 慢慢吊一隻女鬼下來 這麼恐怖 你怎麼說過呢 我沒有說過嗎 我以為自己說過 我記得自己說過 我記得自己說過 那怎麼辦 那算了嗎 有鬼就算了嗎 沒有啊 那一刻 拍什麼片 都被他摘得硬了 我不能動的 動不了 之後就開始 好像拍鬼片的音樂聲音 那些很吵的 那些 然後動不了 然後我就心想 要不要搞好像電影一樣 那一刻 那想 我真的很累 睡覺 然後我就堅持閉眼 然後一閉大眼 就什麼都沒有了 沒有再摘我 可能發夢呢 我不知道 有沒有氣味 沒有啊 那個女鬼就要側身 長頭髮 還有我覺得 我經常都在家裡見到 女鬼多 例如之前也有說過 電視機裡面的導影 看到有個女鬼在我家裡 即是我後面 被人搞 但我沒有直是見過一隻女鬼在我家裡 陪伴人 對嗎 就是被人落降土 陪伴人被人飛東西搞 爭仔就搞 你幹嘛 我很久沒有爭仔 哈哈哈哈 承認以前的 沒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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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夠鬥 那些飛東西過來搞 飛什麼 飛頭鋼的 怎樣 怎樣? 正路搞不到你 找些編滿東西搞你的 先看看圖片 我們說第一個 剛剛又是零錦錦照 真的零錦錦照 無故電腦的網頁會彈出來 真的 那麼恐怖 Google的瀏覽器 無故 不知道 衛一衛著回來 有一篇這樣的東西 台灣的 三立新聞網 在台灣的 近來有報導 在高雄市有一個地方叫嚴程區 有一個叫九龍 我知道為什麼彈出來 我在搜尋一些九龍的東西 然後他彈了一個九龍大樓 什麼九龍大樓 又說近來很糟糕 整個大廈驅鬼 我看看不是香港 這麼有趣 在台灣的一個叫九龍大廈的地方 九龍大樓 大樓 這棟東西 就是這棟了 對 貼了 空宅 貼了東西 本棟空宅 近期舉辦超寧 超度法會 眾多亡靈 那些人貼了出來 那當然是問什麼事 什麼事 超度亡靈 整棟空宅 本棟空宅 不是一間空宅 那發生什麼事 原來是這樣的 這棟東西 這件事是近年的 剛剛沒有多久 原來這棟東西是這樣的 它在八九年的五月的時候 曾經發生過一宗縱訪案 你看它這棟東西 真的很正氣 其實就不是的 以前這裡 地上就有一間卡拉OK店 就是KTV 二樓就有一間三溫暖 其實三溫暖是什麼呢 什麼意思是洗澡呢 正骨還是斜骨 我聽說三溫暖是斜的 真的叫三溫暖是斜的 但不是的 我去台北這麼多次 我看到一間開在大街大巷 大招牌寫著什麼三溫暖 我想三溫暖不是斜的東西 不然沒理由 明正言順開在大街的 可能進去暗地裡有暗號 不知道 但我看到三溫暖那些 多數有美女圖 我還沒去過 但我覺得三溫暖不是鹹的東西 那些人是斜龍筋的 是嗎 我突然想問 真的有人問過我 我也不知道 那天我朋友是在泰國 拍給我看 我覺得你真的要直播 試一下 告訴別人是怎麼回事 我想去 但我沒有機會去 為什麼 不讓我去 我讓你去 看著我 我給你 我可以 我想你為藝術而犧牲 我真的不知道 對 究竟是什麼 我大約猜到是什麼 真的跟抓荔枝差不多 又是前列腺按摩的朋友 肯定不是 前列腺按摩是老症 是嗎 對 對 前列腺按摩是老症 我不相信 前列腺按摩和卵巢按摩是老症 對 但那些人說我可以出貨 沒有的 是嗎 暗號是 你這裡有沒有前列腺保健 昨天我看醫生才搞笑 我先看醫生才搞笑 然後她是樓上的住家 荒廢了二、三十年 即八、九年 即那些KTV、三萬年 全部都荒廢了 總之這些東西 八、九年五月十六日之後 已經沒有人再住 那她又不拆 發生什麼事呢 有人中火 那有二十幾 其實這裡很小 有二十幾個人就在那裡燒死了 其中有十九個人 堆在樓梯那裡 屍踏屍 自從發生過這個 慘案 燒死人 之後就很多人聽到 晚上 這個大廈 總之你經過住隔壁 全部那些 總之晚上就會聽到 有些人在那裡哭 小孩子 哭得很厲害 然後為什麼會哭呢 那些人後來訪問 附近的居民 當年在那裡的時候 有些生患者 他們就說 那時候有些小孩子被人燒死 為什麼呢 原來 天台那裡就鎖了 那些房子就鎖了 那些人想走上去 走不了 有一個是逃生到的 她說本來自己就快要死了 她媽媽就打算衝到樓上 那些人想起 就是樓上鎖了 就跑到樓下 那些龍衣密布的 他們就爬了出窗 那旁邊這麼巧 你不知道為什麼 天台那裡看到 旁邊不是有些壓扭的 樓上那裡 旁邊天台有個男人 就是逃生爬了上去 那看到他們在窗門裡 立即救了他們上來 才是僥倖逃生 那附近玩開一些朋友 有些媽生兄弟 七樓 有些小孩子 整個都死了 所以晚上很多人就聽到一些怪聲 甚至乎你來遠望去 看到一些窗 看到一些人影 白影在那裡飄來飄去 那近期 真的很多人看到一個鬼 那近期 那些人就貼了出來 就說想重新拍賣 還是什麼 貼了出來就說 超渡亡靈 但是你打電話問他 請問超渡什麼 有什麼事 他就不認來的 有些人就說 可能故意搞一些壞事 這麼想的樓價 就可以便宜一點拍賣 即舉例是這樣 我也看過那個 有一個YouTuber 未來男友 進去這個裡面 Lian 還是什麼呢 Lian 這個不懂拼 不懂 英文拼 因為很麻煩 L-I-A-N-N L-I-N L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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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人就去那裡 有看到裡面 有些場 被火燒過的痕跡 還有極多溪錢 裡面有個YouTuber 但還差點進去 你可以去到YouTube那裡 再看看 YouTube那裡 找到他的拍攝影片 好了 我們繼續說 這間屋有鬼裏面 其實都挺恐怖 室內的環境會上來 你丢了在那裡,丟空那麼久又不拆 就是大家會記得當年的慘況 你死了幾十人,現在死了幾個 你住在旁邊那些都害怕的 對不對? 也是啊 有些人說 就是這樣擺明寫著有很多鬼 他說三溫暖也有些暗中有色情 當然啦,但是他正常開宗名義就是 不是色情的嘛 這張照片是裡面的嗎? 這個不是,這是我的意念圖 好了,不同地方的人在鬼節都會有鬼 家裡有鬼,我今天搜集了一些不同的人 究竟有什麼鬼出現是怎樣的呢? 是不是全世界都大同小異? 我先說一個地方 新加坡有那些普通公室那些 那樓下的看僱呢 就經常都聽到一些怪聲的 那些怪聲從哪裡來的呢? 就是你知道那些小區不是有很多 那些叫什麼? 會客室的 什麼會客室? 你不知道嗎? 什麼? 小區會客室? 就是社區會堂那些嗎? 不是,沒有那麼誇張 是酒店大堂那樣 喔 有人被人坐下 香港沒有的嘛 坐到尾巴 很多啊 是 有一次有個看僱 他就發現了 為什麼經常都有聲音呢? 是 就是晚上趁沒有人的時候 就走到裡面裝,看看是什麼事 他發現了那些桌子和椅子 自己在那邊移動 就是在那邊向前後移動 那一見他裝就馬上不移動 就是有些人說 傢伙動呢 都是一種鬼 有出現過的特徵 是 我自己沒有試過 有沒有試過傢伙動呢? 原不移動我試過 有些不動的東西我試過 我中學的時候 我同學有跟我說過 我去家裡的情況 他說誇張得 可能擠捲在桌子上 整桌子上飛起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那麼誇張 還有他說 最古怪的一件事 我解釋不到就是 電視機後面有一排的拖板 每一個都是有開關 要拍開的 他說整個突然間 全部 啪 然後就關掉了 那有鬼啦 不用問 對 他說又不是跳Fuse 跳Fuse的話 應該是你的拖板不著 你會保持著 每一顆按鈕 不是 他說全部都關掉了 還要是看看電視 突然間 好像跳按鈕一樣 看 然後有東西弄到他們全部都關掉 那這些肯定有鬼啦 還有些人 他說有鬼是怎樣的 有一個地方 在新義信 那他有個大廈 當時有個家庭搬進去住 那他因為呢 就想看電視 電視在一個廳裡 那廳就有個大電視 那他搬了一些皮啊 搬了一些床褥啊 就出去睡在那裡看 整個家庭 睡著睡著的時候呢 就是睡著睡著的時候 到晚上就在那裡睡著 眼睡看完 好了 他一不在房間裡睡 他就看到呢 到半夜的時候 在他本身睡著的睡房 因為他在廳睡 睡著 睡房裡面呢 就有一個銀色的白影 他怎麼用銀色的白影來形容呢 他簡直覺得好像是一些 好像拿著一個滑板一樣 那些不是滑板 是滑浪板一樣 有一個銀色的影 即是頭髮啊 總之好像有一陣風飄過 他就一路走來走去 在房間裡呢 就走去另一間房間 又從另一間房間 就走回另一間房間 不斷在那裡循環 在那裡走一整晚 那他就很害怕 就很害怕 但又走不到嘛 就是 他是穿牆一樣 一走一走去嗎 總之他在每間房間裡打轉 即是可能有三間房間 主人房 爸爸媽媽房 性愛房 三間房 到處移動 然後呢 他們在那裡想 喂 為什麼 平時見不到鬼 但是 無緣無故我們 今晚出去看電影 在廳睡 怎麼那些鬼會突然出現呢 好像巡房一樣 每一間巡客 這個人呢 他就問了這個問題 在網上 是英文來的 五句 我們在那裡提 現在二順區有一個地方 他就說那個 那個 HDB 即是某一類型的單位 的護形 然後呢 他沒有人可以解答 但我想到 是 你這個編劇 又想到什麼呢 我想到 你想到嗎 為什麼他 無緣無故 有個鬼 風在那裡 銀色的飄來飄去 在房間裡 周圍在那裡 飄來飄去 我覺得是鬼 但我又解釋不到 為什麼 他平時見不到 是不是那些 祖先回來 不是 蓋上不是祖先 即是 突然間 在那個時候 要出現 那些什麼 如果看到祖先跟他說 說你嚇我爸 你是後人 那倒是 想不到嗎 一定要想 一定要說答案 不可以無知 是不是類似那些 土地公公 其實未必是鬼 關土地公公 不知道 想不到 現在講的房間 那隻鬼到飄來飄去 為了什麼目的 為了什麼 找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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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什麼 找他生前不見的東西 我和你想的東西差不多 那些人 其實應該 他每晚睡覺的時候 那隻鬼 就出來問 吸氧氣 吸氧氣 在鼻子裡吸氧氣 那些糟糕 可能他又找不到那麼遠 他只是在這房間出現 為何今晚沒有人 那隻鬼就到處去 A房 B房 C房 是找人 是他沒有東西吸氧 哈哈哈哈 他出去聽睡 是 那就被他見到 明天睡覺就出現 哦 是否解釋到 都可以的 有些人 吸氧 那我先說 對嗎 銀色的形 那再講 是 一跳就由 新加坡的新兒信 我們跳去馬來西亞 是 鬼有很多形態出現 有時候是黑影 有時候是一個玩法的人影 有些時候是夢裡面出現 但是鬼還有一種力量顯現 就是光 光 即是類似 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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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有時候 CCTV拍到的能量球 所謂 能量球是騙人的 因為我拍照 我知道能量球是騙人的 其實是塵來的 對嗎 其實是塵來的 對 我也覺得是塵來的 在晚上拍攝的時候 它的塵 經過光圈 放大了一些光 之後 你用眼看不到的東西 你在鏡頭會看到 一定有的 你開鏡頭 任何地方都有 但是我現在 有時候在網上 看到那些CCTV 直接除了一點點這些之外 它有一層 好像窗簾布的白色影 即是很不規則 可能由左至右 又至左 閃來閃開的那些 是這樣的 我不知道 我曾經有一次被人串過的 去買鏡頭 那買了一支鏡頭 也挺貴的 然後就拿了電筒來照 裡面有沒有塵的那些 那我有一些塵 然後那個人就串 我又串了 我又串了 地球生活就有塵的 月球就沒有了 月球就沒有塵 即時收皮 他又對 地球生活是有塵的 對 對 對 你是那些無菌實驗室 那些 幫你洗車 洗完車 水不乾淨 我玻璃還有塵的 老闆 車馬路走 是有塵的 火星那些車就沒有了 剛剛 其實是 你有沒有留意 家裡 貓喝水的兜 你長期都有塵呢 長期轉過頭 都有塵在面 不好意思 我買的那些 貴的那些 電子過濾塵的水兜 那些貓喝得好一點 我買過給他 然後他們兩個不喝的 不是 你買的那些幾錢那些 幾百元那些 幾百元那些 幾百元那些沒問題 有一個牌子很出名 一定不會 循環水那些 就是 循環水那些 他買了幾隻牌子 要不要不要給我 送給其他朋友 那燈 為什麼有一件事是這樣的 有個媽媽 有兩個女兒 媽媽就跟其中一個女兒住 另一個女兒讀書的時候 去了另一個城市生活 租了一間屋 當時他們晚上搬了一間新屋 他就跟媽媽說 媽媽說我開個網給你看 即是開個Skype那些 然後就叫她到處看 她的屋子是怎樣 然後就開了 即是Videocall 是的 Videocall 然後就在那裡視像給她媽媽看 每間房間 媽媽我在這裡 哪間房間 去到其中一間房間的時候 她媽媽就在鏡頭裡面 就看到天花那裡 就有一個光束 那個光束 好像人形的光束那樣 就指著她的女兒 那她媽媽當時 當然就不敢說話 然後到她的女兒放假 回家的時候 才跟她說 對 她說女兒這間屋子 有些問題 不要住 她說什麼事 她說那天我和你在視像 然後看到天花有點光 射下來 指著了你 然後她的女兒就馬上很害怕 就跟她媽媽說 她說是呀是呀 我試過晚上在房間睡覺的時候 看到天花裡面有一個黑影 她慢慢飄下來 所以證實了 光也是一種能量 也是鬼聚集的一種 是 還有些什麼呢 鬼通常都在什麼地方出現呢 嗯 其中 你說家裡 家裡 家裡有一個地方 通常都說有鬼都是那種 廁所 對 一定是 為什麼廁所就一定有 廁所濕濕濕 水是最陰 對吧 對 類似什麼 為什麼會廁所呢 廁所 也是的 我上次也是 跟師傅去處理一個個案 家裡有鬼 又跟著她那些 她除了在市主的房間之外 她就說坐在馬桶的時候 她後面是牆來的 她就說後面有人不斷跟她說話 即是吹她耳朵 在耳朵 在耳朵說話 嗯 說什麼 那些呢 那些呢 也是 小小聲 Sweeper 很餓 那些是Whispering的 那些小小聲 廁所再說一件事 而今節 也都是 廁所裡面 通常他們看到鬼 很多是怎樣 通常 最猛的鬼 就是這樣 先說沒有那麼猛的廁所鬼 沒有那麼猛的廁所鬼 就頂洞 和你無緣無故沖到廁所 開水喉 滴滴聲 甚至乎 玩你的牙策 是 無緣無故 昨天那個牙策 明明真的有杯 為何今天又放在旁邊 我忘記了 不要緊 放回我的杯 到你下班 牙策又放出來 但是 你別以為人 會很注意這些東西 其實你忘記了 就正如你的鑰匙在蛋格上 其實可能是你自己的錯 可能是我自己的 是 但忘記了 人是忘記的 我昨天真的放在杯裡 其實你也不會很害怕 因為有10%的機會 你可能忘記了這件事 是啊 因為我覺得已經是 很多 很多動作 你已經集以為常 你不需要去想 你就已經做了 所以那時候 有時候你的思想 是放空的 期間 你做一些事情 你未必會記得 是 最猛的鬼 是怎樣 最猛的鬼 在廁所裡面 即是跟網上 別人說 廁所鬼故 是 最猛的鬼 是會在你的浴室裡面 洗澡 是 例如 你會聽到有花灑聲 然後你明天見到 洗流水 有些味道 有些什麼鬼都在 然後到 還有 很奇怪的 廁所裡面的鬼 很喜歡 趁你睡覺的時候 將廁所門打開 無論你關了也好 怎樣也好 他都會將廁所門打開 網上的人在聊 廁所鬼的經歷就是這樣 是 上次我又有看過 有一家鬼 鬼是不喜歡關門的 我覺得 對他們來說 是不阻隔的 好像穿牆 各人的東西 但是他們的雜性 覺得是 生前的人 所以覺得 門一定要開著 你留意一下 見鬼的經歷 那些人通常都說 門關了自己會打開 好少說門打開了自己會關 對不對 那就是 例如水龍頭 本身關了它變開 它不會幫你關了它 是不是 我上次 我上次去台灣那些都是 我關了水龍頭 自己真的會開 我以前住三樓 二樓那間屋就是 天天關了回家 沒有人住的 那是吉屋 天天回家 走過樓梯 就要經過二樓 一梯一火 經過二樓 對門都打開 明明關了 它又打開 但是它不會在你面前慢慢打開 不會 在你不小心的時候 就會慢慢打開 好恐怖的 你不要以為我這樣說 輕描淡寫 你想想 你回家 無端的二樓的門打開 裡面是吉屋 那裡 黑漆漆的 你不知道有什麼人在 你不只是怕鬼 怎知道有沒有刷 那也是 對不對 那些村屋的門樓下 那些 找些東西 叫一叫都打開了 是 真是害怕的 是啊 所以鬼是經常打開廁所的門 還有鬼很喜歡搞物件 你說在廁所 有些情節都是在玻璃 在鏡子那裡 是嗎 哇 鏡子恐怖 那些真的恐怖 鏡子恐怖 還有 反過來 每一次 我覺得當你遇見鬼的時候 你最害怕 都是 可能看完鬼片 或者撞完鬼之後 你要一個人洗澡的時候 然後你閉上眼睛洗頭那一下 你所有幻覺都會出來 你覺得 你張開眼睛 然後他就會在你前面 有辦法解決 怎樣解決 你拿一部手機 拿些東西聽著音樂 快的音樂勁 那些 就是彷子彷子彷子那些 不是彷子彷子 啪啪啪 啪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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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著唱 沒事的 那倒是 你比胡思亂想好 是啊 你的腦為何胡思亂想 是因為你在一個靜止狀態 也是啊 你有人躲著你 在想著你沒事的 是不是 是啊 對 對 還有他說那些鏡子 多數是不知不知 轉過頭 有些霞氣 就是你沖完澡出來霞氣 有些 然後他就會有些字 浮現出來 那些 我以前聽過一個 摩鏡的鬼故 去撿東西的時候 不過很久寫了 寫了在舊網站 大家可以去看 是 我記得 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再說 究竟 屋裏面有什麼物件 是會付到鬼 有時候是挺奇怪的 休息一會 第二節再說 你就能找我 還是 shifting 決策 走